Hello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很歡迎大家再一次來看我們這個 Beyond KOL每個星期一次的直播 我就介紹一下我自己是TY 我是主持 大家都叫我Terence 上個星期就跟大家說過一個 生活上很多時候都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 跟你和你的朋友 講很多政治議題 大家很火爆的 所以上個星期就請了Samson和Shirley來討論這個問題 今個星期 另一個議題其實都是很貼身的 可能未必影響你 不過你身邊的朋友 都會 是 發生著 或者想去做這件事就是講移民 我就 看看今天大家的 題目 那就是 題目就是說 Sam說移民是做二等公民的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那我一post了這個 題目在Facebook之後 我就發覺有一點點後悔了 為什麼呢 第一件事立刻人問我 Sam是誰 誰是Sam 很明顯 大家有一個真的很明顯的代溝 因為 一講起二等公民這四個字 我第一件事就不是想起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或者林鄭月娥 而是想起Sam 因為 當我長大聽歌的時候 這首歌其實也挺刺激的 就是 Sam有首歌曾經唱過 移民外國 就是二等公民 所以我就用了 Sam 誰不知 原來很多人 就不知道誰是Sam 不過不要緊 今天 其實我們最初都是講一下移民 以及講一下 移民究竟是不是真的是二等公民呢 在這個時間 麻煩兩位 今天的朋友 麻煩你打開鏡頭 打開麥克給大家 見一見大家 那就是 Eric 和Stanley Eric和Stanley 兩個都是我的好朋友 不如給他一點時間 介紹自己 Eric 好嗎 好 大家聽到我 我是Eric 也是Terence 很多年的朋友 我現在 在香港 我本來 在東倫多大學 教書 教了二十多年 教社會學 我大概四五年前 就回到香港 現在 在香港大學 就是社會 學的 講座教授 以及 社會學系的主任 我最主要的研究 都是 研究移民 有幾本書 給大家看一下 好像這個 你特別是跟香港 移民有些關係 是不是 是的 其實我最主要也是 研究 加拿大 香港移民 在加拿大的情況 或者華人 在加拿大的情況 回到香港之後 我也做多了 很多研究 關於香港移民的情況 這幾本書就是你自己的著作 還有很多報紙 在這裡我們就不推廣方教授的研究 因為你在網上也找到很多 不過 因為他做了這麼多的研究 實在 請他來 就可以分享一下 他自己個人的經驗 以及 他的研究的一些結果 第二個朋友就是Stanley Stanley 你有介紹一下自己 Stanley 你好 我和Terence 在 多倫多的朋友 教會的兄弟姐妹 以及她是波友 我們 在加拿大也 經常打 我自己 曾經 在25年前 從香港移民到多倫多 在25年後 在幾個月前 我自己從多倫多搬到馬來西亞 現在就在加拿大居住 所以呢 為什麼找Stanley來呢? 第一 他就是 很多年前移民到加拿大 不過更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是第二次移民的 他移民了 從香港移民到多倫多 然後多倫多又移民到 KL 即吉隆坡 所以挺特別的 正式來說 就不是移民 是 吉隆坡就沒有移民的政策 只不過是移居而已 只不過有 對 移居 去馬來西亞 好 開始的時候 其實 我就想問問方教授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大家說移民就說得 很 慶合合 是不是? 就是要 很多人身邊 其實第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說 其實有多少人呢 特別是相比大家知道 97年之前 都有一個很大的移民潮在香港 所以很多人現在的第一個移民就說 比起那時候 是嚴重一些 還是沒有那麼嚴重呢 這個很多爭論的 當然 如果是官方的數字就是沒有的 很少的 不多的 但是外面有其他人就會說 不是有很多的 我自己在網上找到 由90年開始 到94年 這5年裡面 平均 每年大約有6萬人 離開了香港 移民了 即是說 將5乘6 大約30萬 Eric 你看了很多研究 你覺得這個數字有多可信呢 你說30萬 就是離開了香港 離開了香港 他只是說 由90年至94年 即是5年裡面 就有大約30萬 你覺得這個數字有多可信呢 其實我覺得 真的很難說 因為如果這樣看加拿大的數字 我們看 census 你大約看到 如果有在香港出生的 大概移民了過去 在那段時間大概有30萬人 但這只是說在香港出生 如果你說 我們父母那輩 在香港住了很久 都很認同香港 但是他們不屬於這一群 如果你再加上這一群 我猜你將它乘2左右 即是6萬 如果在加拿大有6萬人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 移民了過去 那你相信去澳洲 去其他的地方加加賣賣 其實我想 你說有20萬 其實 15到20萬 應該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我估計我們 真的 除非你將不同的國家的 人口普查 將它加加賣賣 大約可以估計到 因為香港沒有統計有多少人 去離開了 所以就 比較難去做 有沒有比較近的研究 就是相比現在的情況 比那時候97年前 最近有沒有這樣的研究 在香港做 其實我們自己 都做了 我們也打算 遲下都會發表 都是 大約有 5% 大約你將它分開 有海外護照 和沒有海外護照 有海外護照 其實有10% 12-13% 想離開 但如果你說 我們這個是問它 會哪一年 如果問它 兩年 一年裏面 是這麼多 兩年 有多少 數字 會增加 增加 然後 那個數字 相對來說 比較高 大概13% 如果沒有記錯 是13% 到15% 但這個 都要再檢查 換句話 換句話 現在說會離開的 意願離開的 和97年 之前說意願會離開的 相對來說 數字比較小 但是也要分開 如果你是有 有海外護照 其實 意願離開的 是高很多 比較接近97年 前後想離開的人 但這個我也想要 要說一次 就是因為 意願離開 第一就是 隨著 時間 很多事情的發生 其實一直都會改變他們的想法 第二就是 意願離開 其實 你問他想不想離開 有些人很想 有些人 說我會離開 但其實未必付諸行動 所以 這個意願和真實的行動 其實都是 可能有個相差 但是97年和現在的相差有多大呢 我想真的估計不到 就是說 其實現在你剛才說的數字 是人們在想或者想離開 不是真的離開了 大家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現在說 有大約5% 可能多一些 再加上一些已經有 外國戶籍的 也有十幾%想離開 所以這個就是數字 似乎 相比97年的時候 仍然是比較低一點 我想這個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就算了 是